总统蔡英文抛出零食 满路顺利接住吃到 还与企图犬退役的乐乐 开心的玩丢球游戏 这是由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举办的毛小孩之夜Live活动 特别与金融市长牛昌一起邀请小一总统 带着爱犬到狐仔山咖啡 边欣赏金融的夜景边品尝美食 蔡世英也带着他四岁的爱犬Tony与慧 并分享当了狗爸爸后的心情 或是拜托我们家的Tony 我们家的Tony妈妈 帮忙他准备他的餐食 不然等我们去他可能会饿肚子 牛昌市长则带了领养的 林吉米利牌共享盛举 牛昌表示 金融市近年来在宠物照顾方面 做了很多努力 更有赤之近一亿的 五星级宠物银行即将完工启用 让收容动物的生活环境大幅改善 这个宠物银行如果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收容150只的犬只 然后50只的猫 那它的一个收容空间 包装总统我们比中央的标准 五平方公尺还要多出50% 达到7.5平方公尺 所以大家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图片 那个是犬只的犬色 非常的宽敞而且很通风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户外 2000平的户外的活动空间 我相信这应该是在其他县市的 这个宠物银行 应该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赛世音也在直播中提出 她的友善宠物政策 包括各区辟件宠物公园 以及毛小孩植入晶片 绝育手术 与第一次疫苗注射都免费的证件 希望让季庸市的宠物更健康 更幸福 台湾目前有毛小孩的家庭非常的多 所以是应在这次的选战过程中 我特别提出了毛小孩的证件 在这边有清楚的很清楚 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未来能够在基隆 也要来开辟我们的宠物公园 那目前基隆市政府 也在目前已经在做规划当中 是因为来希望理想中的宠物公园 将会是全台湾设施最好的宠物公园 不但只是让基隆的毛小孩 来这边敞扬之外 我也期待让更多外县市的好朋友 带着他们家的毛小孩来到基隆 那过去四应也曾经获得 动宝盟的推荐为优秀立委 所以我不是只有公都盟推荐 我是优秀立委而已 动宝盟也推荐我优秀立委 所以我对于毛小孩 宠物的部分 我是非常有心得的 那另外呢 我希望未来能够做好宠物的管理 以及宠物的健康 宠物的管理跟宠物的健康 所以我推动 基隆市政府要全面来推动 植入晶片 绝育手术 跟首次疫苗的三个免费的政策 那主要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希望做好宠物的管理 以及宠物的健康 希望未来的基隆 不是只是接棒基隆 延续光荣 让基隆人觉得光荣之外 我也希望让基隆的宠物 也觉得他很光荣 因为他比其他外县市的宠物 更加的健康 领养两只猫 四只狗的蔡英文认为 身为毛小孩的家长 蔡适应更能体会 毛小孩所需要的环境 如果想要让基隆市成为 真正友善宠物环境的 友爱城市 那选择蔡适应一定没错 对这个照顾狗狗 对Tony Tony起了很大的作用 亦师亦友 他更能够体会说 我们的毛小孩 需要什么样的环境 需要什么样的照顾 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 非常贴心 会帮忙照顾我们毛小孩的市长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 我们基隆将来是一个 毛小孩友善的环境 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的话 那选蔡适应就没错 金融市长林又昌也表示 蔡适应提出的宠物相关政策 非常有感 结合政策并扩大 金融市政府近年推动 受到欢迎的狗狗生友会 就可以照顾到更多的毛小孩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